走进黄顺乐的工作间 高挂着奇形怪状的器材管线 这里不是科学实验室 而是霓虹玻璃的创作摇篮 其实这种霓虹很迷人 很梦幻 然后又可以让你有很多的幻想 很多的构思 所以就被它这些彩色的颜色迷上 三十多年前出自接触霓虹艺术 黄顺乐从此迷上它的胜利 对待玻璃馆就像跟朋友对话 不要一直在了解它的个性 它是很有个性的东西 冷硬的玻璃在黄顺乐手里 像变魔术一样转出漂亮螺旋 初学者在他的教导下 也能享受创作过程 谁说霓虹灯只能用在商业空间 这一支灯是我送给我女儿当二十岁生日礼物的 这一支灯叫二十岁的梦 二十岁的梦 二十岁的梦 说出父亲羞于表达的爱 活力活现的变色西异 运用气体活性的差异 展现栩栩如生的动态 霓虹玻璃迷人万分 黄顺乐在创作中发现艺术的无限可能 恨神气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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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视线的讲法是这样的 恨神气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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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